伴你读书,共享精密好时光 亲爱的朋友,你好 欢迎收听《微读时光》 为您分享王小波的文章 街头卖唱,不一定非要哗众取宠 有一次,我在早上八点半中 走过北京的西单北大街 这个时间商店都没有开门 所以人行道上空空荡荡 只有满街飞扬的冰棍纸和卖唱的盲人 他们用半导体录音机伴奏,唱着民歌 我到过欧美很多地方 常见到各种残疾人乞讨或卖唱 都不觉得难过 就是看不得盲人卖唱 这是因为盲人是最值得同情的残疾人 让他们乞讨是社会的耻辱 再说 我在北京见到的这些盲人身上都很脏 歌唱得也过于悲惨 凡是他们唱过的歌 我再也不想听到 当时满街都是这样的盲人 就我一个明眼人 我觉得这种景象有点过分 我见过各种各样的卖唱者 就是我那天早上看到的最让人伤心 我想 最好有个盲人之家 把他们照顾起来 经常洗洗澡 换换衣服 再有辆面包车接送他们各处卖唱 免得都挤在西单北大街 但是最好别卖唱 很多盲人有音乐天赋 可以好好学一学 做职业艺术家 美国就有不少盲人音乐家 其中有几个还很有名 本文的宗旨 不是谈如何关怀盲人 而是谈论卖唱 当然 这里说的卖唱是广义的 演奏乐器也在内 我见过各种卖唱者 其中最怪异的一个 是在伦敦塔边上看到的 这家伙 有五十岁左右 体壮如牛 头戴一顶裂帽 上面插了五彩的鸵鸟毛 这样他的头 就有点像儿童玩的羽毛球 身上穿了一件 几皮夹克 满是污渍 但比西单的那些盲人干净 那些人身上没有污渍 整个人油亮油亮的 手里弹着电极一踏 嘴上用铁架子 直了一支口琴 脚踩着一面踏板骨 膝盖拴有两面薄 靴子跟上 两肘 摔满了铃 其他地方可能 也藏有一些零碎 因为从声音听来 不止我说的这些 他在演奏时 往好听里说 是整整一支军乐队 往南听里说 是一个修理黑白铁的工厂 演奏着一些俗不可耐的曲子 初看时不讨厌 看过一分钟 就得丢下点零钱溜走 否则就会头晕 因为他太吵人 我不喜欢他 因为他是个 滑中取宠的家伙 他的演奏没有艺术 就是要钱 据我所见 卖唱不一定 非把身上弄得很脏 也不一定要划中取宠 比方说 有一次我在洛杉矶城地铁 从车站出来 走过一个很大的过厅 这里环境很优雅 铺着红地毯 厅中央放了一架钢琴 有一个穿黑色燕尾服的青年 坐在钢琴后面 琴上放了一杯冰水 有人走过时 他并不多看你 只弹奏一曲 就如向你表示好意 假如你想回报他的好意 那是你的事 无心回报时 就带着这好意走开 我记得我走过时 他弹奏的是八音和舞曲 异常悠扬 时隔十年 我还记得那乐曲 和他的样子 他非常年轻 人在年轻时 可能要做些服务型的工作 虎口 获算学费 等待进取的时机 在公共场所演奏 也是一种 这不要紧 只要无损于尊严就可 我相信 这个青年 一定会有很好的前途 下面我要谈的是 我所见过的 最动人的街头演奏 这个例子说明 在街头和公共场所演奏 不一定会有损于个人尊严 也不一定会使艺术蒙羞 只可惜 这几个演奏者 不是真为钱而演奏 一个夏末的星期天 我在维也纳 阳光灿烂 城里空空荡荡 正好欣赏这座伟大的城市 维也纳是奥修帝国的首都 帝国已不复存在 但首都还是首都 到过那座城市的人会同意 伟大二字绝非过欲 在那个与莫扎特等伟大名字 联系在一起的歌剧院附近 我遇上三个人 在街头演奏 不管谁在这里演奏 都显得有点不知寒碜 只有这三个人例外 拉小提琴的是个金发小伙子 穿件毛衣 一条宽松的裤子 简朴 但异常整洁 他似是这三个人的头头 虽然专注于演奏 但也常看看同伴 给他们无声的鼓励 有一位金发姑娘 在吹奏长笛 他穿一套花泥套裙 眼睛里有点笑意 还有一个东亚女孩 坐着拉大提琴 乌黑的琴儿短发下 一张白净的娃娃脸 穿着短短的裙子 白袜子和学生穿的黑皮鞋 他有点慌张 不敢看人 只敢看乐谱 三个人都不到二十岁 全都漂亮之极 至于他们的音乐 就如同声一样 是一种天籁 这世界上 没有哪个音乐家 会说他们演奏得不好 我猜这个故事会是这样的 他们三个是音乐学院的同学 头一天晚上 男孩说 敢不敢到歌剧院门前去演奏 金发女孩说 敢 有什么不敢的 至于那东亚女孩 我觉得她是我们的同胞 她有点害羞 答应了又反悔 反悔了又答应 最后终于被他们拉来了 除了我们之外 还有十几个人在听 但都远远地站着 恐怕会打扰他们 有时会有个老太太 走进去放下一些钱 但他们看都不看 沉浸在音乐里 我坚信 这一幕是当日维也纳 最美丽的风景 我看了以后有点嫉妒 因为他们太年轻了 青年的动人之处 就在于勇气 和他们的远大虔诚